大家好 我們這學習呢 基本上 我們的地科 你可以看一下木戶這邊 總共分成 幾個大單元 六個大單元 第一個是S圈 然後接下來是那個 水圈、氣圈 你可以看 土嘛 然後水、空氣 那接下來是地球演化的過程 接下來是地球的系統 那直接到宇宙裡面去了 就是六個大單元 我們如果可能的話呢 也許在 這學期講到 那個氣體的部分 大概總共有 11個章節 那期間蠻快的 我們大概平均兩禮拜 講一個單元 就夠了 大家今天已經需要講一張了 那同樣的 就是我每次講完之後 就是 作業就是重點整理 那一張的重點整理 那重點整理 其實可能會包含一些像是 譬如說有些名詞 特殊的名詞的解釋 除了我上課稍微講解之外 也許你需要 上網去查一下 他的一些定義 或是其他的一些 譬片 或者是一些課文 這本書上什麼要寫到的東西 你可以再上網查一下 做一點清楚的說明 這是作業部分 這樣OK吧 這是重點整理的部分 好 那我們就先看光母 第二頁 地球 主神物質 光母 還沒討論一下什麼是光母 光母的定義是什麼 光的定義是什麼 就你無所知的 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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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光母 天長 草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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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課本之外 你不買課本大 還是你不弄看課本出 簡單的 課本大有三個指標 三個指標 一個 天然產出 一個是無肌 然後有草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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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有問題 假如它是天然產出 例如有無肌的 你說 晶體 晶體給了解釋 是說有原子規則排列 所構成的故 晶體 晶體這樣 是呀 是呀 那如果不是晶體 也是由原子規則排列 構成的故 不是晶體 但是有規則排列的 對啊 應該照來這樣 那這樣 那些都是这样的 哪些你讲的都能合力 合力 金属 碳 碳是金属 碳是金属 钻石也是碳的一种 碳是金属 陈玉刚刚的问题是说 有没有 规则排列 但不是金属 也是金属 也是金属 等一下 其实他一直在解释 他这是金属 由原子规则所 规则排列所成物体 所以他一直定义说什么叫做金属 金属就是说 所以说所有的东西 只要它原子排列整齐的 排出来的物体 我们就把这东西都叫做金属 所以在自然间找到 任何一个有原子排列整齐的物体 它就被归类叫做金属 没有 没有 你所谓你的没有 就是原子没有排列整齐 对 就是排列整齐 他的定义就是说 好 这样好 我们就是像这样 像我假如 假如 木头它是原子排列整齐 但我知道它 反正它假如 木头为什么不是 因为木头它不是 它不是 它不是单一原子 它是有机物 它是有机物 但是 但是 这三点是说 光顾是这三点 所构成的东西 但是 可以是其中两点吗 就是天然产出 是金属 是金属 它的光顾就粘了 要满足 所以 木头不行是因为它是天然的 它是有机的 它是有机的 对不对 那陈宇刚刚的问题是说 金属 可不可以有些东西 是原子排列整齐 但不是金属 这个意思 都可以 没有 因为它就叫它解释一个事情 是说 它这个意思是说 它这个冒号是一个意思 是个解释 金属 什么是金属 就是说 由原子排列整齐的固体 就是金属 是这样的一个解释 然后 所以说 所以说它这个解释 然后它是一个等于 它是等于的意思 那既然等于了 我们又说 我们同学人找到一个 不等于的现象 那它被排除在外 目前我们没有想到 有可以被排除在外的东西 但是 它只是一个解释 那 应该可能被排除外 因为它就是这个定义 它解释在 做你规纳之后 它做一个 解释 是这样 经济对视才会很奇的 那除了陈玉刚刚讲的东西 所以其他方面 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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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人造出来 人造出来 是有可能的 所以 他天然的东西 他 他讲说 钻石 钻石被排除在外 鑽石不是鑽石 是說人工鑽石 它不是連鑽石 就是被台詞開玩 它不算鋼蠅 實際上我對這個本來有意見 如果你對鋼蠅的早期的定義來講的話 鋼蠅是 只要是它是 無機的 只要它是 原子排列等級的 它就算是 可是天然的這件事情 因為什麼東西叫天然 天然的意思是什麼 人沒有碰過 人沒有碰過嗎 天然的意思是人沒有碰過 是這樣子嗎 人沒有碰過就是天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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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子嗎 它會別的多少 天然的意思是什麼 你說什麼 人沒有碰過就是天然的 這生 valid 人沒有碰過就是天然的 冷就不天然嗎 你不是我說把就天然癒嗎 天然癒 天然癒是什麼意思 天然癒就是 天然癒就是 天然癒當然 天然癒就很癱 對 什麼是天然啊 因為我們剛剛 我們有時候看電影的時候 看到有兩個 這個窗口非常原始的 在海邊滑來滑去 喔 這個非常天然啊 對不對 我們看到亞當笑喔 我的情境我們覺得 這非常天然啊 對不對 啊 什麼是天然啊 他的意思什麼是天然啊 好 那我們再換個角度講 你們現在所知道的 你們所能知道的宇宙上面 你們覺得哪邊會有天然的情境 天然的情傷之間 海底 海底會有天然的情下 海底 所以 如果跟你剛剛這個說法來 來討論的話 海底沒有被人碰過嗎 沒有碰過你覺得被影響 有被影響喔 對 海底一定有被人影響 因為我們有太多的 海底大巴公圈都要到海底去啊 對不對 海底一定有被影響 最害的今天啊 他們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喔 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喔 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中間的討論有什麼天然啊 感覺你自己已經落後了 其實 其實他是有定義的喔 我要講的是喔 尚太無可戴人啊 他在這邊講天然的討論是沒有受 沒有受生物的影響 沒有受生物影響 沒有受任何生物影響 就是一般來講 我們在評估一個現象喔 在宇宙中 不用再去找 一個火星上有一個生命 我們看了幾個指標 第一個除了水之外 除了 水嘛 風氣嘛 你還看到什麼東西 你還想到 你還證明他那些是有生物 或是有 類似有智慧性的生物 或是說有 或是有 或是有 或是一些 就是 生物的 對 你要找非天然的東西 那什麼是非天然的東西 他會找什麼 好 礦物都好天然的啊 什麼礦物 礦物都好天然的東西 你從 太不小心 你還沒到上面去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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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到上面去 看到一個塑膠已經說 對 就是非天然的 對不對 你看一個琥珀 你會說這是 天然的還是非天然的 對 非天然的嘛 琥珀是生物所影響的啊 琥珀是有機的啊 對不對 你 蛤 蛤 那這樣不就是 有那種動物 然後就這樣 走到耳朵有沒有很天然的 然後它就走過去 然後站在那裡 然後這樣沒有 天然的 不是說那個地方不天然 它影響過的地方就很天然 但是 你說經過旁邊 譬如他看那個石頭 把它拿起來的時候 就要放到這邊 這石頭天不天然 還是天然 這石頭天不天然 沒有其他 不會 它沒有被你放下 它被改變了 對它本來沒有被改 它被我放過 它病了怎麼樣 但什麼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這個 原來是有機的東西 我們認為它 原來是無機的東西 原來是荒物的東西 我們覺得它有被人 或被生物打給你走 什麼情況會這樣 會切割 切割 OK 切割是正常的證明 假設你看到這個東西拿起來 欸 正常的證明 斷裂的 破裂的 它一定有什麼 也許有個斷裂面 對不對 有個斷裂面 可以嗎 斷裂面是有被人操作過的 有被動物操作過的 又有切割過 很平整 你就研究可以猜出說 這東西是人為的 對不對 它是非天然 它就變成非天然 那事實上 切割還不太容易被發現 所以有時候我們猜是說 它你看到一個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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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直線 所以它曾經在火星上看到一個 很像人工菌和 為什麼以前的人會對火星上那麼想像 因為他們看到火星上有一個 因為我望眼鏡看 有一個長條狀的東西 很像我們的所謂萬能長繩或是菌和 很大型的一個裝置 所以那些科學家那些觀察家 他們開始想像說 火星一定有生物 它可以改變一些非天然的東西 變成它人造的東西 所以你去一個地方去找說 證明到什麼生命 所以他們會找一個金字塔 因為在地球很古老的時候 存在一個金字塔 金字塔是非人工的 所以他們看那個 非人工的 非天然 所以他們看到有這個形狀的時候 他們就很驚訝 哇這個地方可能有金字塔 可能有人有生命才會出現過 他們就找了一些的形狀 所以那個 現在有一台車子在火星上跑 看錯了 他們現在一直傳照片回來 科學家一直看照片 然後照片傳出 從哪到什麼地方 外面的人一直在看照片 你看看 那邊看起來有像人的臉 那邊看起來有像金字塔 那邊看起來有像鞋子 那邊一定有人 他們一定來找這些事情 這也是蠻有趣的 那他們找的是非天然 他們看到任何非天然 他們認為說 欸 可能只有生命的現象 出來 所以光物質 我們去思考光物質 光物質定義就是簡單來講 就是天然的 無機的 它是精靈排列的 那精靈排列 我們最常看到的是鹽 好 比較看看鹽巴 那再來就是 可能就是 如果無機有保持的話 糖 糖的精靈排列 欸 糖也算那個什麼 像是 冰糖也是 糖是有幾乎 糖是有幾乎沒有錯 但是他可以說精靈排列 所以你會說糖是光物質 不會說 糖又不是光物質 因為糖是有幾乎 所以 那天然的數位 我們大概有概念 那無機什麼意思 沒有化學 那個 什麼無機 沒有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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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二養化學 那二養化學 那算是 天然的 還是非天然的 只有其他 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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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個 那有一個 他有製造的 金嗎 還是 金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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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以 那 那 有 聽 聽 那個 請 那 有 有 是 聽 那 呼 沒有 夾碗 夾碗 那时候没有什么木材 所以那个 可是夾碗会燃烧 好 那就充斥了一些夾碗的时候 等一下 夾碗是自己想象的吗 不是吧 是收入 用不出来的 夾碗收入不出来的 好 差不多 所以夾碗不能是天然产生的吗 我讲天然是说 在生命出现之前 地球的气比较冷静 好 我们不提一了 这个是麻烦现在你的作业里面 请大家去查一下 在 生命 出现之前 地球 地球的大气是什么 温馨派遥往旁边 好 来看看 好 地球的大气是什么 在生命出现之前 好 好 但是 我们讲的无机 当然 现在有机的定义是一定含碳心痒 有机的定义 一定含碳心痒 但是不是说含碳心痒 一定是有机 好 这是刚好颠倒 就是一个是 若 这个 一定是这个 但是这是反过不见的成立 这是裸体的部分 这包含进去 所以说 假设我们看一个呢 A集合 这是E集合 我说 如果 如果 符合B条件的 一定也符合A条件 所以 一定符合A的 就不见到符合B的 所以 凡是有机 一定有碳心痒 但碳心痒不见的是有机 这是 然后有机的定义就是有生命 由生命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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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无机 为什么 藉由生物作用而产生的 无机 无机不是吧 他写说 藉由生物作用而产生的 不能称为矿物 他就是无机 他就是有机的 他不是有机的 这个 这句话其实说的并不好 这句话说的其实并不好 那藉由生物作用而产生的 应该是有机 他不是有机的 那譬如像珍珠 珍珠是让表面上的成分 也都是一些矿物质的东西 但是它是生物产生的 所以他就不是 不是 我们就听到矿物质了 那 那 矿物质的性质有哪些 怎么判定它性质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石头 对 看那个石头 我们想知道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矿物质 所以你就用矿物质的性质 来判断它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列了一个 这边列了八种 第八种 什么其他 但是 你要知道 事实上 这是以前 这是以前 我们比较没有办法 做一些化学分析的时候 都是没办法很快的 像现在一定 像那个 那个什么 是要探索者号吗 像狗星那一只探索者号 他在上面走来走去的时候 他不会说看到任何石头 先拿起来 先辨识颜色 辨识完颜色 拿起来 跟另外一个刮刮看 刮完之后再看它的光泽 然后再用这个什么 硬度去判别 再用精神去判别 再让它结理的形状来判别 然后跟它断口来判别 判别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就是石鹰 他会这样做 然后他就说 一切断回来 然后他就简单说 我怎么被刮到这种生物 对对 然后被他自己吃 你看这个有断裂面 是人为造成的 一定是上面有生物 对 对 真的是很有趣 所以他怎么谈 如果现在的 那一个看守者帮他怎么做 把他拍一下 第一个什么东西下去 第一个什么东西下去 有希望你们这么走 先第一个什么东西下去 然后看他什么 看他 是否后爆 后爆爆 是否后爆爆 然后呢 会不会融掉 会不会融掉 看他拍出来的气 看他拍出来的气 分心好 拍出来的气 然后呢 从分心上拍出来的气 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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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在静怠物理 你还不上过高光的物理 所以你可能不在意 现在应该都知道 我们上过静怠物理 高光 梵 国墙 我们上过 有上过那个光谷 原子光谷没有 有讲过一下下 每个原子它都会产生固定的波长的光 有听过吗? 每个原子它都会产生固定的波 固定的波长的光 所以它可以去按照那个光组来分析说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元素 它就不需要一定要去把它做这个事情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说 这是一个我们在学习 我们在学习这样科学 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比辰的人怎么做 好,那这边也有几本素 我觉得大家可以有空可以看一下 是不错的 有几本它讲述就整个地头有诞生 它讲整个从宇宙诞生 从地球诞生 如果科学家研究这个整个人类生活环境 一个是往前 往天空 往地面 往狐狮 去研究的一个过程 去推测出来 目前整个地球会当不成为是怎么来的 它有的那个 类似科学史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那它其实它讲到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科学史的概念 它总是让你知道说 假设你现在没有这些设备 那你怎么去简单 做一个判断 它到底是什么 所以假设啦 我们先从颜色来判断好了 你每一种不同的框木质 一定有它不同的颜色 对不对 不一定 有些会类似颜色 所以那颜色可以做个处理判断 可以看到一个偏黄色的 在我们在自然间中 我们在采取框木的时候 采取那个框木 它是有黄色的 看起来黄黄的 你会觉得它是什么 它可能是什么 黄黄是时音啊 黄石音 有可能硫黄 OK 硫黄是黄黄的 还有嘞 你刚刚说什么 硫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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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也可以 黄金也可以 分笔 分笔 在山上应该比较不会有分笔 黄的 黄玉 黄玉 那有可能是像有一种 有一种金属是 就是贾金嘛 就是人家说那是尾金 就是那个叫做黄铁矿 黄铁矿 然后 那接下来说 我们就有两个判断 有可能它是金 有可能是黄铁 有可能是硫黄 或者是 或者是 刚讲的黄水晶 或者是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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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一种判断 它到底是什么哪种 我们就用光子来看 对不对 刚讲说黄玉 玉的光泽跟我们刚刚讲 金的光泽一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它光泽有什么不一样 波长不一样 波长不一样 你可以用眼睛看到波长 没有办法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一定感觉太亮 可以看到自己 感觉可以看到自己 可以透过时候看到自己 其实它讲光泽 有两种光泽 一种叫金属光泽 一种叫玻璃光泽 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两个 也不太一样 金属光泽跟玻璃光泽 是有什么一样 玻璃光泽 玻璃光泽 就是比较厚 玻璃光泽是比较厚的感觉 所以 假设你看它有点比较厚的 假设我们看 原来它黄色 有这些可能性 既然看它是有点 玻璃光泽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范围 缩小到 也许是黄玉 也许是黄水晶 是不是 好 这个在缩小 那接下来看什么 接下来看什么 接下来看什么 接下来分析这个痛苦 硬度 硬度 看硬度 你拿去刮刮看硬度 你看这边有几种分类 华石石高 芳璃石 银石 银灰银石 正常石 石英 黄玉 刚玉 所以你可以拿个标准 手上去把标准 标本拿出来 我有十个石头 我去把你刚刚剪到这个石头 这样刮刮看 我跟金银石刮 我剪到这个石头 那被我刮出痕迹 我今天拿甘玉刮刮看 诶 以后被刮出痕迹 就拿黄衣刮 诶 两边都没有痕迹 所以我剪到这个石头 因为什么 应该就是黄玉 对 好 因为它硬度不一样 所以那些就简单看不一样 所以 那时候他就要收集一些 他要有手上一些样品 然后再抖它 那他都会判断 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做法 好 那 第二个是叫做调纹 调痕 调痕说 我们把那个凳子 类似磨成痕 磨上一个调 有个调痕板 调痕板 一刮 那它会流出一些痕磨 可以看到痕磨的颜色 来看能看什么样的凳子 它这个时候要有一个 就是要有个 那个叫什么 颜色色卡 有个色卡 你要对到你色卡 说你光会 有点浅绿色的 你就对到色卡 浅绿色的可能是什么 凌晨它可能是什么 还不是高度是什么 要从很多角度去看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晶形 晶形为什么 我们讲这个 回到刚刚讲到这个晶体 才可以成立的问题 为什么 晶这个 原子啊 或是分子在排列的时候 它总是排列出一个特殊 特别的 属于它自己的 形状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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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这样才能 它的架数才能接分子 价数才能接在一起 对 假设是分子 这个价件 才能 OK 假设是分子的话 比如说 绿跟那 它一开始就接在一起 因为它变成分子后 它就接在一起 它绿 绿比较大 它绿跟那 早就接在一起 它不会说 为了排列整齐 它不是为了排列整齐 才接在一起 不是这个意思 它早就排好了 成立什么 安定 为什么这样没有安定 好 我们先 先给个例子 我 拿一些 东西 好 不是 就是 我很用力把它 按在一起的时候 让它紧密排列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特殊的形状吗 在中间 有点变成三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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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咧 可以看这些特殊形状吗 基本上是用排列整个 那是你手臂的形状吗 那是你手臂的形状吗 那是你手臂的形状 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你从已经看到什么形状 很多个小臂 很多个小臂 你再少大一点啊 六角形 你这个都握个别人 刚刚 万元说三角形 然后五元说六角形 陈一年我再说一个 还是你支持谁都得 一个是乱乱形 我怎么黏它那是什么 一个是三角形 六角形 六角形 好 现在还有六角形的结构 简单来讲的话 我们要跳出来 你看 你把一尖 你把头板 你把一边头板 小帽子靠得很紧 它以为它变成什么 它是很自然的变成这样子 它就是小帽靠的这样子 然后再靠 它已经靠在这边了 帽子正好 但是 它是人造衣食 好 好 简单来讲 对不对 是这样子 好 这个也是一样 欸 它会想办法 它会想办法 我们在学物体想起 他们就概念说 这整个宇宙 它想办法 回到神域刚才 回到一个安静的模式 神域安静的模式 就越紧越好 就靠到比较靠近位置 它想靠到比较靠近位置的时候呢 它就排列很整齐 它就排列很整齐 排列不整齐呢 它中间的间隔会太大 就比较容易被 这个 扩坏比较 不是这个意思 它间隔比较大 它为你位能比较 我们来看的话 它位能比较大 重重 你看嘛 这个板差在这里 跟板差接在地板 谁位能比较大 板差在上面 在红中的时候 位能比较大 我两两 之间的间隔会大的时候 位能比较大 位能比较大 位能比较大的时候 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所以它希望靠近一点 所以它会维持一个 比较紧密的排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绿化它 一大一小 它本来就盘一大一小 它的空中会怎么排列 会比较满 会比较紧密 会比较紧密 牵在一起 牵在一起 什么样牵在一起 就是 大的小的 OK 大的小 对不对 所以小的要在这里 大人要在这里 对不对 它会大的小的 大的小排在一起 所以这边是小的 这边是大的 然后这边是大的 它旁边一定有个小的 旁边是小的 然后这边是大的 这边是大的 所以每个大的旁边 一定有四个小的 是不是这样子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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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小的旁边有四个大的 OK 每个小的旁边有四个大的 每个大旁边有四个小的 这样对吗 对啊 错 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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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规则就不会回到紧密啊 对啊 所以它应该在紧密 不规则 然后 但是不是 我是四个 是几个 六个 它的上下 它上面有一个啊 下面有一个啊 对不对 好 我们从这来看 哦 放大一点来看 它有什么形状 圆 原 防水 正立方体 它是正立方体 所以为什么盐巴的 晶体结构正立方体 看不出来吗 你看 简单在讲 这四个就是这个地方体 对 多一点 是不是大的正立方体 它有深度 它有深度 它有往上跌 所以它这慢慢又形成正立方体 好 所以盐巴的 晶体结构就是正立方体 就这样 那为什么 像 十一 十一什么形状 十一什么形状 六角形状 六角形状 对 十一什么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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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成分 什么成分 什么做盘子 什么做盘子 你看毕竟你就会走 看什么 Bteam 谁叫Bteam 近期的B小段 我怎么知道 都变得十一可以做盘子 十一可以做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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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就是我们俗家的水晶 所以有多音绝缘 十一可以做水晶 十一可以做水晶 好 Q2 十一可以做盘子 十一可以做盘子 十一 的成分 化学室 的化学 2 4 5 5 2 2 2 一杯 這是作業 兩杯 這是作業 這麼一點 原來他早就要學習 所以這太晚了 最後手段 最後手段 讓大家記住歸平不行的時候 就有最後手段 大家都不有作業 要睡覺 不要逼我 好 那什麼叫做結理 結理 什麼叫過睡面 什麼叫平整過裂面 結理 平整過裂面 神都平整過裂面 非常好 神要平整過裂面 就是人為的 主師 照中間修律說 在火星上找到平整斷裂面 火車 火星 在火星上找到平整斷裂面 什麼是 這個他講的是說 不平整斷裂面 就叫做結理 那他的對應就是平整的斷裂面 什麼是平整的斷裂面 不平整的斷裂面 現在他這個說法都是 都是針對 都是針對晶體來看的 都針對晶體來看 假的不是晶體的話 我們是就不去看他的結理 那經濟來看的話 神要做平整斷裂面 神是不平整的斷裂面 神是不平整的斷裂面 什麼意思 為什麼好吃不好吃跟平整的斷裂面 你沒有傷頭的話 就有傷 傷頭 OK 如果傷頭好不好 紅 或者好不好把它處理 OK 這個 這個 我們謝謝 你不能放棄治療 謝謝自己給我們的一些 蠻 蠻跳的一些想法 有趣的一些 有創意的想法 但是我們現在課本上的那個圖形 它寫礦物具有三組結理的式儀圖 三組簡單來講就是 XY平面啊 YZ平面啊 XZ平面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三個平面 但是實際上這三個平面是不平行的 它會根據它礦物質的排列來決定它的平面 那 欸 它講到平等斷裂面 平等斷裂面 不平等嗎 結理是平等斷裂面 所以你看齁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我把它擦掉 等一下不好意思齁 結理是平等 結理是平等 假設我是不是 一個就是咬成的結構 再畫一個 欸 可惜 有了 好 就咬成的結構 那我畫出我臉子齁 好 你們認為它比較容易從哪個斷裂面 下面 哪個下面 就多畫出來 六角形之外 你看 它比較容易成 因為我們講那個斷裂面 就直接接觸 接觸量少的容量 來 你們畫畫看 下 這兩盒 這兩盒 你都這樣鑽兩盒 好 因為我畫的很多 這是一個整個原子的結構 這可能是 要把這東西 複製成幾千萬個台式 它不會有單一盒的存在 不要這樣想 但是你可以看你想像 那你要問我為什麼嗎 所以你要看你想像去想像一下 它很多 很多 它不能讓人 所以你畫了一些 然後要我來 想像 然後用想像來想 想像 對不對 想像一下它怎麼斷 想像一下它怎麼斷 不把它折斷 對 你折斷它 或者你去磨它 或者你去推它 它不能去斷 它會從哪裡斷 連接的地方 連接的地方 在哪裡 中間 它會不會這樣斷 會不會 會不會這樣斷 可能會 應該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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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你喔 它比較容易斷就是這樣 整層滑開 斷開 它比較容易斷 整層滑動 整層滑動 應該是說 假如它可以 它 當它不只吃一塊 的時候 它就可以斷了 不只吃一塊 的時候就可以斷了 那個是切喔 當我切它 可以讓它變成兩塊 之後它就是一個 對 但你講這種 切啊 我講這種切 我講這種切 那時候那個外力擠壓 擠壓擠壓 它好像滑開了 它會怎麼會滑開 它應該不會像我剛剛 第一次畫的 像這樣子 就是說 它應該不太會是 這樣子 應該不太會這樣斷 所以這個是第一次畫的 就是這樣 那我再畫 它應該不太容易這樣斷 好 因為它這樣滑動的時候 是會比較卡住 就是一個面 它掌握著面斷開 所以那面就是怎麼講的結理 它不是說有 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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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底面 喔 這條線 你要想啊 這條線跟這條線會有差異性嗎 這條線跟這條線有差異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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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詩音有七個結理 一般都講三個結理 一般都講三個結理 不會講七個結理 詩音 也是一樣的意思 這條線跟這條線有差異性 你說從哪邊 有很多層這種 然後它可以變這種 我剛剛畫的是很多層的意思 這幾個結理都是一樣的 是不是有同的方向 然後這個結理跟這個結理不一樣 沒有一樣 沒有一樣嗎 為什麼沒有一樣 切出來就會形狀不一樣 欸好像很漂亮 不不不 你所謂切出來的形狀不一樣 因為白白之後 他們的兩塊的形狀 假設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死因 或者是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 我從這邊斷開 斷開 這樣子斷開 假設它結理像這樣 跟從這邊斷開 我講這個結理 這個結理面子 看到的東西 跟這個結理面子 看到的東西 一不一樣 一樣 你不是講說 無線多組結理 不是喔 這個方向是指的是同的方向 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方向的 切過去呢 會有兩半 兩半 不一定是兩半 那我這邊切跟這邊切一不一樣 一樣的 也是一樣的 對不對 那這邊切跟這邊切一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就兩邊 好不一樣 這樣子 不是所有 只要是3D的東西 那它就有3個嗎 像我們講說3D啦 公共3D啦 那不就有3個 就是3個 所以我剛剛講是3個 結理 對啊 3個結理面 這樣子不是任何的東西 都會 那應該有3個面 哪6個面 3個面 所以你從另外一邊過來 看 從另外一邊過來 像是一個 因為 銀面的話 如果3面都同時斷的話 它變成一個三角形 對 那如果你把它 變成立體來看 它就會變得 像是金字塔 你知道嗎 一個四面 三角柱啦 對 但是 那就每一個角柱不一樣 對 但是它 我知道 比你的意思要是 我這邊立體形狀的話 這應該還有對不對 對啊 嗯 那如果它是一個 這樣的圖形 對 如果是一個 那個 這樣想的 然後我們直接上兩張 然後把 就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對 那我不是可以這樣切 可以這樣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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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面 OK 來 我問你 等一下 我問你 我看不到你 換你了 它 它的意思是 這是一個四面體結構 四面體結構 的話 應該會有四個結 裡面 它的意思是這個意思 過了 好 但是我現在要講的是 我們先看那 我現在先看那一條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你這樣切 跟這樣切 嗯 事實上就你這個形狀 你不管什麼拿 我比如說這樣切 跟這樣切 它只是拿的方式很不一樣 事實上結合是這樣的 它結裡面沒有改變 好 也就是說它不平著 它 分 平著 它一定有的面 最像這四個面切起來 現在也都是那個結果 都同一個結果 可是我如果強過 從跟它垂直放下去切它的話 結果一定會不一樣 對 所以想在新的切裡面 可是 它這樣切 不是會破壞一點 比如說 它會變成說 它沒有辦法去 整個分音狀態 它分音狀態 沒有辦法 所以它就 變成這個狀態 是狀態 是狀態 狀態 你可以這樣嗎 是不是 是狀態 狀態 就是狀態 是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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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认知是强迫他断裂 强迫他断裂 强迫他裂开 强迫他裂开到底是用刀子呢? 不是刀子 我目前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外力 我刚本来想像是用类似去推开 就是我这东西我硬去扭他 扭他断开的时候 他有结理面是平整的结理面 但是我在做的时候我做三个不同的方向 就是一定要是 X Y 有日假的做 是这样 然后这样做 可以上下 但是面不是相同 如果是不同的结果 比如假设是利挖那 他可能都是一样的 但是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 假设你硬去断开 让他承他自然行动 断开的话 他的结理面也都会一样 所以这个方向不是方向 结理面都会一样 但是呢 我如果强迫他是这样断开 我结理面觉得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没在他的线上 因为他没在他的线上 所以你会 有两个这样撞开 就是说这样撞开 你会得到两个这样撞开 你会得到两个这样撞开 不是 对 其实我们在看 我们在看结理面 不是看外面行动 外面行动不重要 你看这个面所形成的结果 这个面 假设 比如我现在是这样强化的断开 强化这样断开的话 断开里面一定会是 也就是一个经理结构 对不对 强或是强过 他可能跑到这个形状 他断开之后 他可能表现上的纹路 就跟这样断开的纹路是不一样的 他看的纹路结果 他看的纹路结果 所以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这一个 就是纹路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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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说他是 这样切 那他会有 一个是 这样子 然后 假设他是 有 这样子 那他就会有一个 有这样子 所以他会是两种各种 像 以这种结构 像这个结构来讲的话 他这样切 这是一个这个地方 他切 应该都会形成这个结构 应该都会形成这个结构 所以你看出来 都大了 小了 因为这是一个断裂面 可以看的就是 断裂面 我们再把它平起来 所以他如果要切的话 应该是会 大刀沿着这条线 断裂 因为这线断裂 可能有部分这个在上面 有部分这个在下面 不一定抓 不一定 但是你整个面看起来 会是 这是围观跟聚观 聚观这个地方 不当然不容易 那另外一个 这个断裂面 可能是会变成这个断裂面 所以他会是那种 像这样 但这个是说 他都没有 切到小球的断裂面 你看没有办法 控制中什么小球 但是我说这个断裂面 因为他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断裂 他应该会变成 会有看到 有凸起来的球 会看到断裂面 是有比较的球 对 不要凸起来 那他就是另外的面 不一样的结构 但是如果我说我又是这样切 这样切的结果 跟这样切的结果 又是一样的 对 这样切的结果 跟这样切的结果 是一样的 所以切力 他没有办法 所以说 你用这个 肉眼去判断 他 他 吃狗成狗 因为他可能有很多种切法 然后 没有想到 不是 对 这种切 这种切法应该是这样切好 这种切就是 剪密 就是这样剪刀的切法 我这样拿着 然后我就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断刀 在这边拿着 直接这样切下去 把它给打断 打断的时候呢 所以我可以这样打断它 我也可以这样打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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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断它 这个面是一个平整的面 他看到面的结构 结构 来决定它的结理 结理形状 所以它是可以 打断它之后 它看出上面的纹路 打断它 但是 就这个六角形状的结构 你这样打 这样打 还有 这样打 是这样结果会大很小 但是你可以找到 另外一个地方 打下去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 通常来讲 会找三个 基本上是有点像 X Y 轴三个面 但是不见得到锤子 这三个面不正合锤子 有面来看 这样知道为什么 你还就是想办法去看到它的排列子 我们从那个结理面来看排列子 这是以前没有那种所谓的 要高科技的方式 在出现 就是用那种结理面来看 那基本上现在 结理面应该很早点去分析它的结构 因为从结理面要看它的特殊性很小 尤其是像 你看 这个是空物纸 是啊 这里面有几种空物纸 我不知道 不知道吗 那你就把这东西拿去做 分析 你怎么分析 我也不知道 所以假设说 你把 提存出单一的 那就是 那就比较天然的 那就是 那就是空物纸天然的 哦 对不对 这矿物怎么样都会有达子啊 对 那所以说 你要知道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 古时候的 木质学家 他们能够分析的也是什么 也是那些所谓的 剪刀就是纯木字 比如剪刀十一 常常分析十一 剪刀是流合 它分析流合 是这样 它没办法分析像那种 複雜的一个 矿物纸结构 它里面有什么好分析啊 它只猜猜看 那里面可能有什么 只能猜猜看 好 那 我们刚刚讲的是结理 那断口又是什么 怎么产生不平整的断裂面 他切第一刀会断 断裂面 你应该是这样 然后切钢子 这样 那是被折断了 这个是切断的 对不对 这是切出来的 那 折断你可以有感觉 假设我今天是看来 筷子一折 这个 它断在哪里 那个面上 它是被硬 拉开的嘛 这是一个 十英磅 假设你这个支点 我两边撕地 把它折开 在折开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 在这个地方 这个原尺之间 是怎么被 怎么被断开的 慢慢被撕裂 我知道是慢慢 但是怎么被断开的 对不对 从链接比较弱的地方 被 硬 纳断嘛 它因为这边有原型 但是原型直接有进行 对不对 它可能 旁边这边跟旁边这边有进行 它会找比较弱的地方 就直接断开了 它会找比较弱的地方 这样撞开 所以断裂面 又有形成不同的切口 所以不同的伦理 所以你可以看喔 就像这个第一 第一期页 第一期页它就有一个 叫做黑药盐 黑药盐的断裂 黑药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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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个断裂面 你可以看到就有点像贝壳 它有点像贝壳状 背状的那个断裂 断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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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从断裂口去分析到它 不同的方式 它不同的断裂面的形状 它怎么看 我怎么看 它是背壮的 背壮的一型 它是背壮的 就是 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很多扇形的组合 它有一个 扇形组合的一个面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它的断裂面 你从地底结构来看 它是一个 形状 它不是平整的 就是要断开的时候 它怎么会断成这样子 懂一看 它断成一个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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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向到一个浮面产生 好 这是 每个元素 每个空物汤特殊的那个断裂面 好 所以空物质的分析 空物的性质在这几种 其他的性质 就是它讲就是 譬如有磁性 热传老性 然后是老变性 什么是双折射 蛤 什么是双折射 双折射就是 它可以 它可以双折射 它可以双折射 射两个 对 因为它里面有 它突然会双折射 它突然会双折射 是不是 呃 方蟹石是有点透明 它会双折射 嗯 双折射 因为它会双折射 它会双折射 它会双折射 就是透明的东西 都会双折射 只要有光 窗户 都会双折射 只要有光窗户 都会双折射 只要有光窗户 欸 它会双折射 那为什么它特别讲说 长石有双折射 射的射 方蟹石 因为它可以双折射 在射 射 诶 都没看过 哦 我再查 对 那查了 用签查 哦 这是什么 方蟹石 我没有闻 去折射 里面 插射 或者连大蟹石 都会双折射 双折射 然后 今天来是 灶炎光目 什么是灶炎光目 灶炎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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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如果有道理的话,原始终胺有交通的转化 就是比例比较高的 比例比较高的 就是氧化 什么东西氧化? 氧化系 氧化系怎么样? 地层做很多 它不是氧化系 你为什么会讲氧化系? 不是氧化系 它是说,在我们目前来讲 地壳的主要元素是氧跟氏 它不是氧化系,氧和氏比较高 氏不是没有氧化系 氏会这样存在 所以你看它说 因此以什么类为主? 细酸原类 它不用氧化系存在 它是细酸原类 什么是细酸原类 细酸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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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種,我現在講的是眼淚,什麼是眼淚 眼淚怎麼成這樣? 眼淚它有CHOO CH值020 CH值020 你說什麼?CHOO O 再寫下來 眼尖 我們來講講一下 什麼是眼淚 我們怎麼聽眼淚,眼淚怎麼產生? CHOO CHOO 就是眼淚 塑膠類 塑膠類也有可能CHOO 它是不是有這個 有這個特性沒有 有鹽酸的特性 然後把氫去掉 鹽酸把氫去掉 鹽酸是CHOO HCL 然後把氫去掉 對,它變成綠了 綠是眼淚嗎? 不是 解鈴 然後咧,什麼東西解鈴 被水解鈴 眼淚大部分 大部分的眼淚可以水解 但不是全部喔 有些眼淚是沒辦法水解的喔 譬如說什麼 我們講說水質有軟水跟硬水對不對 像硬水它就是煮完之後 它就會一些眼淚就跑過來了 它就沒辦法水解啦 它就融掉 它就融掉 就是你喝的水 假設是有一些水質比較差的 你煮完之後它產生一些 不能水解的東西 它黏在鍋子底下 它就是不水解 它就沒辦法融掉 所以它就叫做軟水 它叫硬水 就是有礦物沒有辦法被水解的東西 我講眼淚 沒有眼淚 眼淚沒有辦法在水解的東西 然後它在水溶那邊 它這個水就成為硬水 對,有這種成分的水就叫硬水 它不知道 什麼是眼淚? 眼淚怎麼產生? 眼淚的水 對 身體也沒有要挑眼淚 這部分你們都選過 你們就回去看 要播二 眼淚怎麼產 再播二 旁邊一顆吧 來 輕氧化那 輕氧化那沒有輕氧 輕氧化那沒有輕氧 但是沒有輕氧化那 沒有輕氧就是那 然後呢 這就是 有問題 什麼 什麼 好,就算是酸根跟氣氧根 自動檢測答案 沒有啊,沒有啊 可是這東西還是沒有辦法解釋什麼是眼淚啊 你說法聖之曜水會產生什麼根什麼根的 你知道眼淚有哪種? 泛酸眼 泛酸眼 什麼是泛酸眼?幾個例吧 泛酸眼 有亂講啊 我只知道泛酸眼 泛酸眼 NACO OCH OCH L中科學 NACO OCH 這什麼? 沒有東西 酷起酵 NACO3 酸酸癌 酸酸辣 酸酸 Ryan 酸酸 让你加 aggression 酸酸 OH-3 酸酸钙 酸酸 让你加 酸酸,然後呢?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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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